大家好,我是Stan 昨天,歇息成员Elki委托律师 邀出所属公司Cube娱乐解除合约的消息 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热议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马上来看看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Elki委托的律师发送给Cube娱乐的律师函 庄静心女士于2016年2月 与贵公司签订独家协议 加入歇息女子无相团体 积极旅行协议约定义务服从贵司安排 专心致力于演艺技能的学习与训练当中 然而庄静心女士称贵公司在履约过程中 存在著的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况 主要如下 1.协议存续期间 庄静心女士的演艺收入均由贵司先行收取 但贵司未向庄静心女士披露相关演艺收入明细 2.自欠缘以来 庄静心女士积极履行合同义务 参与贵司安排的各项演艺活动 但贵司出曾向庄静心女士支付版税收入之外 至今未依照协议向庄静心女士支付演艺收入部分 3.由于贵司管理人员及组织架构发生变动 贵司于2020年对庄静心女士所在CSC女团成员 明确表示将不再支持CSC组合的发展 此后贵司也并未对庄静心女士演艺事业的定位及发展路径 给予合理禁止的规划 贵司以实际行动表明不再继续履行协议之约定 并实际上制约了庄静心女士演艺事业的发展 本律师接受庄静心女士的委托 戴维向公司正中含告 所以根据这封律师含的内容简单整理一下就是 Cube娱乐没有给Ecky公开收音明细 没有支付Ecky出演电视剧的收益 最后就是在今年初 Cube娱乐换了大股东之后 公司明确表示 以后不会再支持歇歇的发展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如果真的没有结算的话 就没话说了吧 不管有没有收入 结算明细应该要公开吧 Cube娱乐换社长之后 处理事情都变得有点奇怪 艺人们好可怜 CSC真的是有点遗憾 把这么好的成员们聚集在一起后瞎经营 这不能说是放任不管 就算成绩不是很好 也是有一支发表新专辑 也出演了四周的音乐节目 综艺电视剧都有参与 但是如果公司没有公开收益明细的话 的确是有问题 CSC在韩国一直哄不起来 让我感到很伤心 其中最喜欢Ecky 就算以后一个人发展 也希望能够幸福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说二月以后没有支援就有点不对了 在那之后也回归了 因此YouTube订阅也多了20多万 如果音乐色也出了 也拍摄了个人影片 然后还出演了综艺啊 CSC比起成绩 公司有一直在支援吧 不像Platys指出两首歌就冷藏女团 Cube算是有意气了 说没有公开结算明细是一边的主张而已 说没有支持CSC的发展是错误的 但是出演电视剧是多久的事情 为什么在红会长赛的时候不问 现在才这样呢 如果Cube确定以后不支持CSC的发展 所以想要解约的话 可以互相协议后解约就好了 非得用这种方法吗 对于CSC Elky的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错以为 球员是SM职员后的反应 这次球员假装自己是SM职员 去台湾的新曲MV拍摄现场 来骗台湾的片段 球员假扮的Kim Hyun SM职员 台湾粉丝 我 我要签名 好的 是写在这里吗 是的 我是Hyo-un 是谢谢 我还想拍个照片 不是SM的职员吗 不能拍照片吗 不是SM职员吗 我帮你赶紧拍一张 啊 哎呀 哎呀 叫你 他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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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嘿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MAYA 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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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